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另外一个语法的用法 什么什么是直接说形容词 刚才说的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包 很大就是一个最后的名字包 现在我们说一个内容是一样的 语法不一样 这个包很大 这是一个很大的包 现在说的是这个包很大的语法 このカバンは 这个包 这个包 このカバンは 先说大 大叫大きい 大きいです 如果加一个很 很大的很 very 就是とても とても 就是副词 副词的后面可以接这个形容词 很大 中文一样的 とても大きいです 这个包很大 この カバンは とても 大きいです この カバンは とても 大きいです 好 这底下的否定词 我们会等会学 先学一个这个普通的形式 好 另外一个 刚才是大きい 什么什么加个一 这是普通的名词 变成形容词化的一个 用法 这个包很方便 很方便 我们先不说とても 就是方便 この カバンは 方便是 便利 便利 直接说 直接加个动词 是 です 这个包 方便 方便 このカバンは 便利 です このカバンは 便利 です 好 那我们普通的形式 练习一下 这个车刚才也看了 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 刚才都说是 这是什么什么 颜色 的车 什么什么颜色 什么什么颜色 修饰最后车 我们现在说的是 这个车 是什么颜色 这个车 这个车 白色 是蓝色 这个车 这个车 是蓝色 这个车 是蓝色 现在是 这个包 是什么 这个车 比方说 这个粉红色 很可爱的吧 这个包 很可爱 这个车 车 车 可爱 叫 かわいい かわいい 这个包 黑的包 很酷 酷 叫 かっこいい かっこいい 所以呢全部加起来 就是这个包 很酷 この ランドセルは かっこいいです この ランドセルは かっこいいです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样的 一个山很高 刚才说 这个是一个 很高的山 很高 修饰最后山 现在说一下 不是 这是一个很高的山 现在说 这个山 很高 直接说形容词 この山 山这个山 この山は高 高いです 高いです この山は高いです 很低 一样的对吧 この山山 この山は低 低いです この山は低いです 内容变 内容不变 语法变 这个 接下来 甜食 咖啡 牛奶 一样的 这是很热的咖啡 我们现在说 这个咖啡 很热 この 这个咖啡 这个咖啡 是冷 咖啡 是冷 咖啡 形容词直接说 然后最后加个 是的动词 这个咖啡 是冷 咖啡 是冷 牛奶热 这个牛奶很热 也是一样 这个牛奶很热 很热 很热 很凉 这个牛奶很凉 很冰 この牛奶は冷 冷 冷 です 好 看一下这个 刚才也是 我们现在用说的 这个抹茶很苦 この抹茶は很苦 苦 この抹茶は苦 大事です 好 如果变成冰激凌 这个冰激凌 很甜 这个抹茶的冰激凌 很甜 怎么说呢 この抹茶の アイスクリームは 甘いです この抹茶の アイスクリームは 甘いです 变成这种 大的冰激凌 叫パフェ この抹茶の パフェは 同样甜 甘いです この抹茶の パフェは 甘いです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 这刚才没出来 这是特别为了这个 我举了个例子 好 比方说日本是一个 从北到南 一个长的国家 所以它的温度的 差距是很大的 北海道是最冷的地方 然后冲神是最热 我们可以说 先说 北海道 对最近2月3月 都很冷很冷很冷 比北京还要冷 好 北海道 就说个简单 北海道是很冷 很冷 北海道 北海道 北海道は 直接说 加新用词 北海道は 寒いです 北海道は 寒いです 相反 冲神是一个很热的 在冬天 那个空调都没 没有设备空调 设备 那个暖气 所以冬天也是很暖和的 到夏天特别热 沖縄は 冲神 很热 沖縄は 热 暑いです 沖縄は 暑いです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说了 这个最后的部分还没讲 我现在讲一下 这个否定句的 形容词的一个句子 好 这个包 不大 这个包 不大 先看一下 この カバンは 不大 大きく ないです 大きく ないです 就是不大的意思 如果变成 这个包 不是 很大 不是 比较委婉的 他的说法 このカバンは 不是 很大 あまり 大きく ないです このカバンは あまり 大きくないです 就是英语的 not so 什么什么 match not so much 就是不是 什么 就用 あまり あまり 他的语法的时候 あまり的后面 基本上是否定的 否定词 是あまり 什么什么 ない 好 另外一个 这是什么什么 い 那剩下的这个 比方说名词的 形容词化的 否定 怎么说呢 这个包 不方便 很简单 一个形容词 他的后面直接加 加 ありません 就行 你看 このカバンは 这个包 不方便 便利是方便 不方便 じゃありません 便利じゃありません 好 一起来 这个 这个包 这个包 不方便 好 这是一个几个 只举了几个例子 我们可以稍微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变成否定的时候 是不是有规律呢 我总结了一下规律 好 刚才的比方说用 一结束这个信用词 很高 叫高 或者贵 价格贵 叫高 对吧 这个一呢 变成否定的时候 一就变成 你看 一就取掉了 会变成 一的替代 叫 所以 所以 变成否定 就是 这有规律 全部都是这个规律来 好吃 这个一变成 如果取掉 变成否定 就是 变成 不好吃 你看 是很忙的意思 变成否定 把一取掉 加个 就是 不忙 好 接下来这个 用红这个标的 就是例外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是很好 很赞的意思 对吧 但是它变成否定 你把这个一取掉 如果我们的往来的规律来说 就是 但是日本人不会说的 把这个前面的一 也要 换成另外的特殊的叫 一变成 后边是刚才一样的 前边一 要变成 所以是 一就是变成否定 接下来 都是一样的规律 你看 很新 不新 这个新的一 变成 就是 不行啊 好 便宜 价格便宜 叫 安 安 安 一取掉 变成 苦内 否定 安 安 不便宜 安 安 有规律吧 好 很热 暑 一结束 一取掉 变成 苦内 变成 苦内 暑 暑 苦内 暑 不热 不热 好 很难叫 難 也是 一结束 这个 一变成 苦内 不难 難 難 苦内 難 難 苦内 大き 就简单了 刚才说了 大き 一变成 苦内 大きくない 大きくない 不大 很有趣 叫 面白 面白的一 也可以变成 取掉一 变成 苦内 不有趣 没有趣 面白 好 这个很冷 最后这个一个 叫 寒 寒 一取掉 同样 寒 寒 寒 不冷 寒 寒 寒 这是一结束的形容词 另外一个种类叫 名词 的一个形容词 加名词 形容词化 看一下 有元气 特别有元气 健康 它是元気 元気是名词 元気です 很健康 否定直接加 ありません 对吧 加一个 加ありません 所以就是 元気 不健康 没有元气 不健康 元気 同样 很闲 很闲 暇 暇 有 有 有 接下来这个红字呢 它是一个例外的 又是一个 它是一个日语叫 这个语法叫形容动词 又像形容词 但是它的用法更多 所以叫形容动词 所以在这个时候 虽然用的最后是 一 但是你要说 不漂亮 不能说 你要说 同样 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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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很安静 很安静 很安静 不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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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活跃 很热闹 叫 にぎやか にぎやか 的否定词 不热闹 にぎやか じゃありません じゃありません 好 有名 有名是一个名词 它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就是像形容词的 所以两个很 一个特殊的 单词 有名です 有名 有名 没有名 有名 じゃありません 有名じゃありません 最后一个 方便 就是直接 刚才说了 对吧 便利 方便 便利です 不方便 便利 じゃありません 便利 じゃ ありません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实际的稍微练习一下 好 这是一个樱花 对吧 我是大阪人 非常了解 大阪哪个地方 看樱花 最漂亮 好 如果大家有机会 到日本去 到大阪去的时候 特别是 3月20号 到4月5号 这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如果有机会 我推荐大家 去大阪城 看樱花 大阪城的樱花 特别漂亮 好 那我们用这个形容词 描述一下 大阪城的樱花 多么漂亮 首先要说 大阪城是很有名 对吧 大阪城很有名 怎么说 大阪城叫 大阪城 大阪城 有名 大阪城 大阪城 有名 一起来 大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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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形容词的部分 可以替代 另一个 有趣 比方说 喜欢历史的人 喜欢风尘秀吉 是吧 觉得对这个历史 很有趣 觉得很有趣 所以大阪城 很有趣 怎么说 有趣叫 面白い 面白い 大阪城 很有趣 大阪城 は面白い です 大阪城 は面白い です 好 大阪城 也可以说 很棒 很nice 很nice 就是 ステキ 大阪城 很nice 大阪城 大阪城 ステキ です ステキ です 好 那大阪城 是吧 樱花漂亮 漂亮 怎么说呢 漂亮 是 きれい きれい 樱花叫 さくら 樱花漂亮 樱花很漂亮 さくらは きれいです さくらは きれいです 大阪城 加一个 大阪城的樱花 很漂亮 大阪城 のさくらは きれいです 大阪城の さくらは きれいです 好 当然你如果 去到大阪城 或者哪个地方 看樱花的时候 各种人 你能见到 比方说 一家三狗人 父母亲 爸爸妈妈 带一个孩子 在外面 看樱花 吃便当 饭盒 非常好吃 是吧 美味しいです 美味しいです 饭好吃 ご飯は 美味しいです 好 同样有饭 酒也有日本酒 酒是 お酒 お酒 也可以说 好吃 这个 おいしい 又是好吃 也可以说 好喝 多么方便 一个おいしい 中文还要说 吃喝 区别 おいしい 一个 全部 概括 お酒 也说 おいしい お酒 も も 是 也是 的意思 酒也 好喝 お酒 も おいしい です お酒 も おいしい です 好 然后 吃多了 喝多了 对吧 想去厕所 是厕所 厕所叫 トイレ 好 您跟这个 大阪城公园里的厕所 它都是特别干净的 日本的厕所 真的很干净 大家应该有在微信平台 或者看过 多么干净 到日本去 我会吃惊 好 トイレ 很干净 干净叫 きれい きれい 厕所很干净 トイレは きれいです トイレは きれいです 好 如果否定呢 きれい きれい的否定 汚い 汚い 但是现在 就是如果厕所 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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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脏叫 きたない 厕所很脏 トイレは きたないです トイレは きたないです 但是现在我们念的是 不脏 是吧 不脏 这个委婉的说法 怎么说 トイレは きたない 就会变成 刚才说了 ない的 衣曲调 衣曲调 变成 くない 汚くないです トイレは きたなく ないです 好 如果我们刚才的 中和練習 如果加上 非常 厕所 非常干净 トイレは とても とても きれいです とてもきれいです 如果加个 余り 余り 就不是 特别的意思 not so much トイレは あまり きたなくないです 不是特别脏 不是特别脏 这个委婉的说法 トイレは あまり きたなくないです 好 以上就是这个 樱花 我最后否定 加的一句 樱花叫 お花咪 这个 我们练习 就讲到这里 好 第三个部分 就结束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